仔细想想 在英国本土几乎没有重大的历史考古发现 原因一是布列列恩岛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年代有限 其二是罗马入侵以来近2000年的历史中 英国人死后从不见灵 即使贵为国王 死后葬在教堂似乎就是最荣耀的事情 因此发生在1939年的萨顿湖墓葬 就成为英国考古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在布列列恩的历史上 公元五世纪 罗马人的撤出一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 这五六百年时间 就是一段像中国春秋战果那段混沌的历史时期 那时维京人对于安格鲁萨克逊人战略制的英格兰 则是不断的劫掠占领和骚扰 1939年 在今天英格兰东部萨夫克郡萨顿湖 发现一个公元6至7世纪的船棺古墓 学者认为 当时东英基利的国王拉德瓦尔德 是最有可能被葬于船上的主任 但是历史学家认为 使用船果埋葬 是北欧维京人的传统 这是一艘北欧战船 中部上方有一间墓室 里面放着大量的珍宝 此船在出土时已成为一具化石 所有固体材质 已经化为这艘船周围的一堆沙石 然而 人们依然可以从这堆沙石上 看出这艘船曾有的轮廓 考古学者在墓底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文物 除了许多武器 金器之外 其中最为著名的 就是非常罕见的萨顿湖头盔 这种中世纪时期的头盔 至今在英格兰也只发现了四个 头盔表面有点缀着动物和人物场景的装饰嵌板 该头盔在墓室倒塌时被严重毁坏 后通过三位拼图 将残余碎片精确的拼合 头盔才被重新复原 预告一下美国网飞公司已经将这段基于真实人物和事件的考古故事 拍成电影 在2021年上映